大批一名背着大包小包在丛林和尼尼中长途跋涉 踏上危机重重的自由之旅只为了冒险偷渡到美国 CNN团队跟拍采访去年就大约有25万人冒险徒步 穿越这个危机重重的达连艾口 当中还包括大陆武汉人 华尔街日报报道 从拉美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来自各阶层 去年就大约有11.7万人逃离大陆 迁往世界各地寻求庇护 逃亡人数比十年前多了七倍 在中国称为走线大军 大陆社区媒体去年就开始流行新标签 hashtag走线 也就是长途跋涉路线的意思 过去三个月中已经有3855人来到达连艾口 不只要跋山涉水还可能遇上毒蛇 但最危险的还是人类 因为途中可能遇到人口走私犯 他们甚至要付费给黑帮才能继续往前行 很多中国人为了逃离习近平的高压统治 不惜涉险透过这个方式逃到美国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